我们在谈趋势投资的时候 很多人会拿出来讲的是康坡周期这套理论 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套的产业趋势 至少会有50年左右的经济荣景 从最一开始的蒸汽机到汽车 最近的一波是手机电子通讯 不过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下一波站在浪头上的产业趋势 会是谁呢 人生发财靠康坡 下一个周期又来了 我们可以如何超前部署呢 今天节目上我们请到了 对于产业趋势有相当投资敏锐度的投资达人 超马拔辣和我们一起分享 老师我跟你分享 我的一些朋友其实最近都还蛮开心 因为其实公司实质上是有帮他们加薪 可是这个加薪的幅度呢 如果我们比如说去买个便当啊 买个早餐啊 你就会发现没有没有 那个早餐店老板娘那个调涨的幅度 比我们虽然有加薪啊 但是好像幅度还是追不上 所以其实根据主机处的统计的资料里面来说 我们用就是加薪的幅度去扣掉我们的通膨 算出来的这个实质的经常信息 这其实是年减还更差 是年间百分之零点一 所以啊很多现在的上班族们都很想要 能不能多学一点点投资 然后来抵抗一点点通膨 你怎么样看今年金融市场有什么是观察的指标 可以教给大家 我想刚刚其实主持人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因为我们从金融海修过后到目前为止 这大概是今年开始 第一次大家觉得通膨的压力特别大 其实前几年是不是也有一点点 但是不是这么的明显 其实很多人都把投资看得很复杂 不过各位我们想想看 你从报章媒体新闻所看到的 今年是不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变数 第一个是升息 然后第二个是联准会的说表 那第三个就是通膨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恶物战争的部分 一个东西出现都已经是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全部都跑出来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说今年的操作它的难度 我想是10年以来最困难的一年 其实讲到投资 除了要留意刚刚您说那些变数之外 最重要的还有就是要来掌握趋势了 那我就好奇了 有哪一些趋势商机 你觉得在未来几年都还会持续下去的 我想趋势这两个字大家都很赞 因为投资最在乎的就是趋势 然后趋势呢 我希望各位也不要把他想那么复杂 就这里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讲说 无论你认不认同的一件事 但是你知道在可预见的短期 未来他就会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那就叫做趋势 譬如像我们讲说像电动车 大家都会知道说当电动车的价格 如果再降低一点 大家会去考虑 这叫趋势 AI 或者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 像生物科技的这个议题 其实都是叫做趋势 甚至像我们讲说 像自己讲什么元宇宙 这些都是趋势 不过除了这些趋势之外 很多的东西都是跟我刚才讲过 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 就像我们这样说 大家每一天随时随地 包括现在搞不好 刚刚你正在去体验一个趋势 叫做BB 就叫做数位支付 其实霍英老师刚刚你说到 像前几天啊 我有一天我忘记带钱包出门 我原本以为会很不方便 结果没有 我安然度过一天了 因为我有带手机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我有带手机的话 我就算没有钱包 我还是可以去付款 我还是可以去搭捷运 我还是可以叫机程车 我的生活一点改变都没有 所以真的啊 就是手机数位支付 就是已经是每天都出现在 我们生活当中 其实之前啊 金管会三月的时候 有做一个统计 台湾我现在大概有1600万人 通通都在使用数位支付 其实台湾也不过就是2300万 你把这个老人小孩扣一扣 就是所有人基本上都有在 使用数位支付了 我好奇 这个数位支付的那些优势 你看起来大概有些什么 其实除了刚刚所讲到 就是一个方便嘛 嗯 我讲数位支付来讲的话 就是你不用带钱包 现在你可能还会觉得 带钱包比较不方便 对不对 因为你的包包很漂亮 但你要塞一个钱包 就感觉鼓鼓的不方便 所以说 在一个使用的方面上来讲的话 数位支付的优势就出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是消费者你可能感受不深 但是对于所谓的一般的店家来讲 他们最怕什么 最怕收到假钞 哦对 所以说到假钞来讲 以前都是拿个感光器 在那边逼逼逼半半天 然后结果那个伟超集团 技术要越进步 所以逼了半天 做了一天的生意收到假钞 所以以数位支付来讲的话 其实他第二个功能就是说 你不用担心收到假钞 违避这种东西 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说因为疫情 嗯 大家都会希望是说保持距离以此安全 但是如果说你是用现金在交易的时候 接触就免不掉 嗯对 所以说来讲的话 以这种数位支付的一种形式来讲的话 他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 不必要的接触 然后再来有两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现在的 越年轻的人 你越必须注意到这两个的特点 第一个就叫做记账 嗯哼 很多人包包里面有钱对不对 然后 花的花的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 然后钱花光光 然后你问他说你花到哪里去 他完全没概念 但是当你开始知道 用数位支付的概念来讲 你的每一笔的消费 即便只是几块钱 哦 买个垃圾袋可能 可能就比如说 他会自动帮我们写进去 就等于是说你每个月来讲的话 你根本就不需要刻意去记 因为有些事情 大家都会觉得说很重要 记账很重要 但是真的要你记 你觉得不会记 所以当你用数位支付的 一种概念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每一笔的消费 他到底该不该花 你这样就很清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通膨啊 经济状况 如果能够有优惠 在数位支付来讲的话 几乎就是 他只有优惠的大跟优惠的小 就是三天两头 要么换点数 要么是有优惠 要么是有折扣 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讲 就等于是一般的 所谓的现金交易来讲 他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慢慢的过去 如果你能够 体会这个叫做趋势的一个发展 然后你知道他的优点 其实就跟你的切身的需求 是刚刚好符合的 你就会知道说 即便你现在好像还不太习惯 用这个数位支付 但是在可预见的短期 这些优点所扩散出去的效果 你就会知道 随时随地你都会听到BB声 其实你刚刚讲到那些就是数位支付 其实当中有讲到一个很重要 就是那些消费的一些场景 那或许可能现在有一些我们自己没有使用 所以那些场景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一些些 可是至少这些都是都是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正在蓬勃发展当中 譬如说我记得像台湾现在所谓的先买后付 还没有到那么的盛行 可是其实像最近的新闻啊 像苹果他现在也要开始 他也要自己跳出来 那个Apple Pay自己也要来做先买后付 其实这都是也是类似像这种数位支付上面的场景的应用 那我就好奇了 你的观察里面还有没有哪些场景可以跟投资人分享 还有讲了这么多场景趋势 那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商机可以用数字来表达 那就是我们这职业病就来了 职业病 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既然叫做趋势 然后我们就会去研究是说在这个趋势里面 电子支付的电子钱包的 甚至说连半导体晶片 包括很多的资料云端的那些部分 包括一些所谓的硬体的部分 这些全部都叫做商机 就像说大家在讨论到所谓的5G 5G只是个概念 但是5G所盘盖的是不是代表连基地台都算 对 连那些所谓的设备都算 什么路由器那些东西全部都算 数位置付一样 他所涵盖的范围甚至广大到 像很多人都会觉得 好像除了BB之外 好像其他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当你发现说 他这个趋势的涵盖的广度 是包含是说连台积电 都必须要在数位置付这一块的晶片的部分 他必须跟美国的NVIDIA去做合作 你就知道他所涵盖的 如果说你觉得半导体是趋势 你觉得AI是趋势 这些趋势你会发现每一个趋势 竟然都可以跟数位置付 连结在一起 你就知道他所延伸的一些商机 其实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大非常多 我想我们在讨论趋势的时候来讲 我们对于一些所谓的数据来讲 一定会非常关心 就像我们在讨论到数位置付的几个 很关键的数字 当你听到之后你就会知道 这个的趋势效果有多强 譬如是说像电子商务的一个销售的规模 在2022年他已经有5.5兆了 但是到了2025年 在短短的3年之内 他可以从5.5增加为7.4 这个增加的幅度不是10年 两三年就可以从5.5增加到7.4 将近增加50% 然后包括行动支付的使用的人数 现在大概是12.5亿 但是一样经过了3年 马上从13.5变成15亿 甚至这个人数都还在低估中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数字 就是它的一个整体性的影响 数位置付 它会讨论到所谓的区块链的技术 而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对全球所创造的GDP 在2021年是660亿美元 已经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各位你很难想象 在不到10年的2030年的预估值 可以高达1.76兆 成长的幅度 将近30倍 就代表这一个趋势 不是只局限在一个区域 也不是只局限在某些国家 它所创造的是全球的GDP的成长 这个才是我们定义中所谓的强势的趋势 那投资呢 这就很好奇了 投资要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看好这个趋势了 那我也认同了这个趋势了 那既然我们做投资人 但就是要投资趋势 那我要怎么做或者说 我可以有什么样的商品可以选择 或者说我的资产配置的状况 我应该怎么样参与 其实我们在讲到所谓的那个数位置付 来讲的话 大部分的人都只着重到下游 那一个部分 就是所谓的电子支付 所谓的那个清算那个部分 其实整个数位置付 它的产业一定还有包含上中下游 像上游刚刚我们所提到 像所谓的晶片 因为那些BB还是要有一个晶片的感应 晶片的制造 还有一些云端的运算这些部分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上游的部分 那中游的部分 包括感应的感应器 像Sensor那个部分 还有一些所谓的区块链的部分 这些部分叫做中游的部分 那下游刚刚就我们所提到 所谓的实质的BB的那个部分 然后就叫做所谓的中端的部分 以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下游的这个部分 因为已经开始在发酵 所以说它所创造的商机 是比较显而易见 但是上游跟中游 刚刚所讲到的无论是 半导体的部分 还是云端的部分 还是感应的部分 区块链的部分 这些部分其实我们也不可以偏废 可是其实这样简单来说 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个专门是 focus在行动数位支付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ETF 即将要上市 但是这种主题型的ETF 其实进来很多 那你不能帮我们再更细的 来讲一下这一档的ETF 比如说它的着重 目前着重的成分股公司 投资公司是哪些 它的细项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吗 就像我们在追踪趋势 跟掌握趋势来讲的话 既然我们会用所谓的 以专业操作的ETF来考虑 来讲的话 每一档的ETF 它都一定会有个追踪的指数 像所谓的国泰的这一档的ETF 它追踪的指数叫Selective 全球的数位支付的指数 这种指数的一个功能性来讲的话 就像我们每次在做这种选股来讲的话 如果说一般人都会觉得说 我选了A会漏掉B 然后你会不知道为什么选 但是根据Selective 它的一个试算的方式 就是我们最认同的一种合逻辑的方式 就是它会根据目前所谓的公司 不管它的核心业务 营收的一个比重的贡献度 根据所谓的它 对于这一个主题的关联性 以强弱度来做排序 换句话说 它所挑选的前30党个股 无论是数位支付本身 还是数位资产的软体 或者是数位资产的基础建设 只要是跟数位支付的整个大范围有关的东西 它以关联性做了一个排序之后 所选出来的个股 你就知道它绝对不会选错个股 而且在这样子的一个 个股的选择上面来讲的话 第一个逻辑没问题 然后第二个在绩效的表现上面 我们先讲说 绩效的表现一定是你选对的个股 就像在里面来讲 譬如说全球图像处理器最大的NVIDIA 它跟数位支付有必然性的关系 所以说它再选进去来讲话 绩效就会表现得很明显 那待会还有例如像Black 全球数位支付成长的幅度来讲 其实在短短的数年之间 它的成长都是80% 都是不是只有双位数 是那种几乎倍数的方面去成长 那更不要说像Paypal 是第三方支付的十足 这些所谓的根据关联性 最密切的所精选出来的指数 它在绩效的表现上 刚刚我们所讲过 我们在追踪趋势 我们很在乎是说你趋势没问题 但是你的绩效也有好表现 绩效表现上面来讲话 好的趋势 它所呈现出来的绩效 就一定远超过各位的想象 科技股都是过去这两三年 大家都觉得是表现比较好的 我们还不会刻意拿出 科技股拉回 我们挑这个时间来跟它比 你就最近的这基本上 这最近这5年 从2017年一直到现在为止 selective指数的表现 没有一年表现的比科技股拉回来的差 而且它那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任这个趋势的成型跟强度 它在绩效的表现上面也符合我们的期待 这种才是我们在操作上面来讲 我们认为这个叫做硬趋势 就是它是非常扎实的 无论是它本身跟我们的生活相关性 未来趋势的一个强度 包含它在绩效的表现上面 我们从这边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面向是我们最关注 而且是最在意的 就是这个表现 可是像这种主题型的ETF 我好奇它有没有实战的操作 你会建议大家怎么样 你要还是传统的定期定额买吗 还说我其实可以抓一个波段吗 还说我需要停利停损吗 就这种主题型的ETF的操作策略或是什么 大家不要以为好像因为是趋势 所以永远都涨停 永远涨不停 没有这种市场 即便是趋势 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些所谓的外部的因素 我们讲说乌云 是不是还存在着 在存在的情况之下 很多投资人在这边来讲 我其实跟投资朋友在聊着聊着 我会觉得好可惜 他们会觉得说那我等乌云散去 然后他只会永远在场边等 在等乌云散去我再来进场 就像是说当时我们从金融海啸脱离之后 从4,000多涨到5,000多 很多人就说回到4,000我再来买 到了6,000点 回到5,000我就来买 结果就一路回 回了12年 女儿都已经国小毕业了 永远在场边观望 所以说既然在所谓的高低点的判断上面 如果大家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不管是定期定额 还是你逢利再来买进 用这种方式来超越去掌握趋势一定是主轴 操作上面 认清自己 用最适合的方式 所谓的区间的操作 如果现在还没有办法的话 定期定额 或者是说你拉回到一个幅度 譬如说从高点拉回15% 20% 你再做一个加码 这种方式我都会觉得对一般投资人都很适合 因为我自己都会这么做 就是我不想去抓高低点 我知道他是趋势 但是趋势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 股价会修正 但是我知道趋势是不会变的 那在逢低加码的过程中 在定期定额的微效曲线 我们都会知道 当他在进行左半部的时候 我就是在未来布局 一般我们要申购新募集ETF的时候 可能都要去找营业员啊 签一些单子啊 不过这一档ETF在申购上 是不是有跟别人不一样 比较便利的方式 有因为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民伏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显现出来了 当然这一档国泰全球数位置付服ETF 他第一个 当然你是说你到国泰投信 或者是各的券商去做申请 那当然是很正常的一般的管道 但是在6月20到6月24号 在这一个礼拜 如果你是透过国泰证券 他有个叫做智能的叫做AHA 他来讲的话就等于是免掉 刚刚我们所谓的主持人所提到 你还要跑到零柜去啊 还要签一大堆东西 你只要透过AHA的这个功能 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科技跟进步 你只要完成三个步骤 等于是嘚嘚嘚嘚 然后你的很多的动作就完成 等于是说数位置付是不是也叫便利性 当你的投资的行为掌握趋势 然后你的执行的动作也是非常具有数位化跟便利性 你就会知道无论是你的生活还是你的投资 都站在趋势的潮流上 其实投资一点都不难 大家都可以试着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当中来找商机 如果你发现你的手机 已经逐渐取代掉你的钱包了 你就会知道 数位支付有多么庞大的商机在等着你 值得我们好好研究哦 今天再次谢谢小宝宝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